中國的下一個任務是令到十億人民都變成 人有鼻子的人 但鼻子必須有鼻孔等等 然後看完這個後來我又覺得好像一個人作詛咒 現在事態已經是做到最危險的國家民族 現在已經是一個生死存亡關頭 所以我昨天柳爺寫了一篇文 呼籲中共中央的印度人懸崖立馬 但太遲了 初初在想這件作品的時候 就是瓦瓦街去想一下 然後就在旺角一個波打路和一個夜晚貨買到這張藝術 第一張 然後初來看到這張藝術的時候 就想一下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做到 然後就嘗試在裡面 因為其實它好像抱著了一個爆煉的歷史的一個宿影 然後譬如深圳的驅靜馬 那些距離也有 然後我後來試一下 然後我會有些東西跟六四有關 這個它就叫做 然後我會有些東西跟六四有關 其實一開始我看那些文件的時候 就找到這一張 一張圖片就是 Tinono現場的一個Bang 那些人就試過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 就是他嘴咒中 踩到的中國人就是 他說他只剩下一個鼻有鼻都沒有鼻孔 那其實鼻孔是拿來複雜 就是暗示他沒有一個地方 去讓他出氣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一個嘴咒 然後後來我就不斷圍繞面 Face這個主題 然後我就找了很多人物 然後裡面的人物 我會覺得 就是皮花紅還有冰紙人 又黃丹 然後我覺得裡面都是一群 需要有地方給他們去出氣的一群人 然後其實都想回 其實郵票只是一種紀念的儀式 就是一種儀式 你那個機構它有那個權力去做 就是傳譯一個人 去選擇 再次転建後 感谢观看